12月9日由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的 永远灿燃一朵花 南粤文化出版名家岑桑回顾展 在广州阿沙岛岭南会展览馆展出 作为一位根植岭南大地的作家、出版家 岑桑在文学创作、编辑出版等领域成果丰硕 建树良多 他一生创作了30多部快智人口的作品 约记300多万字、印型200多万册 其中包括他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散文名片 《当你还是一朵花》 他在广东出版战线奋斗60年 主持了一系列重大出版工程 推出了数百种精品书籍、影响巨大 此次展览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年朴简编的形式展示岑桑不平凡的一生 服以社会各界人士对岑桑各个方面的评论 呈现岑桑的整体形象 第二部分展示岑桑在各个时期的文艺创作成果 反映其文艺名家的精神风貌 第三部分展示岑桑的出版生涯 再现南越出版名家风采 第四部分展示岑桑主持编辑出版的《岭南文库》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展现其岭南文化研究出版的重要成果 此次展览不仅可以让社会各界了解岑桑先生的生平事迹、业绩成就 领略一代出版人的情怀人格 还可以一览1949年以后 广东出版事业和岭南文化建设的发展历史 领会一代广东出版人的光荣与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